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高山大学的朋友们。 然后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题是隐私计算与数据融合基础设施。 就在昨天的活动呢,以太坊创始人或Talic,还有万象区块链的萧峰总, 梁兴军总,还有其他的朋友们也给他介绍了怎么看待下一代的金融基础设施。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努力的方向。 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之努力的区块链技术或者隐私计算密码学机技术到底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非他们不可? 那么我们想呢,应该是从数据本身来谈起,就是数据作为一个基本生产要素, 如此巨量的涌现,也导致了非常复杂的数据的所有权,以及相应的如何保护数据产权的问题。 那么从最近几年开始,全球的互联氧巨头就在这个方面遭到了阻击,法律的阻击, 尤其是Facebook,Google被罚了非常多的钱,Facebook将近50余美金, 而就在最近的苹果也宣布所有的用户隐私将得到非常严格的保护, 在国内去年也抓了很多的相关公司在这个城市人因为数据原因, 所以引发了相当多的质量挑战,那么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是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就是一个分布式的,或者叫日益去向于分布式的世界, 是由这三个要素来刻画的,一个是节点数量,一个就是每个节点产生的数据量, 还有一个是节点之间的连接数量,那么节点数量的变化实际上代表着参与计算, 或者参与全球数字公共治理的人数或者是机构数量的增长, 而相应的数据的增长代表着处理的事物的复杂性的增长, 而连接的增长代表着相应处理的范式,甚至是它这个经济体的经济模型的增长或者变化, 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呢,所以我们选择了区块链来作为数据治理的这个金融基础实施, 并且选择了隐私计算来作为数据所有权确认的一个基本方法和定价的工具。 这是我们理解在数据要素里,有这么多的一些基本点是需要考虑的, 就包括从数据的全生命周期来处理所有的问题,而不是孤立的看待它, 因为真正的有价值的资源并不是全量的数据,而是数据的可计算价值, 也就是说数据可以被计算的部分,才是真正可以被用于定价估值和交换共享的这个部分, 才是作为要素的。 那么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可以被计算,也不是相应的有价值。 那么相应的来说,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从资产的数据化到数据的资产化, 乃至于数据最终的货币化,那么这里需要对很多问题进行梳理, 我就不去逐一念这里的文字了, 那么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数据的公共属性, 因为相当一部分数据的所有权编辑,今天从立法来看,也没有完全结局, 并且绝大多数的参与的计算节点本身,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 其实都不具备相应的保全和处理能力, 而甚至需要把使用权和部分的所有权, 让渡给相应的数据处理方法。 比如说今天的云计算公司或者互联网公司, 实际上就做了这一点,他不仅是拿了部分所有权, 他事实上几乎拿了所有的全部的所有权, 这也是今天矛盾的根源之所在。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找了这样一幅图, 你可以看到在传统的数据领域里面被分成了这么多的机构, 实际上都是比较割裂,分散和孤立的, 数据的力量并没有真的被整合起来, 每一个片段的机构和个人参与的都只是小数据, 而不是大数据, 所以我们提到要呼唤数据融合基础设施, 把这些问题都整合起来。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数据的全生命周期, 从左到右呢, 其实依次是数据的生产和采集, 它对应的这个技术呢, 是IoT或者是IoT, 第二部分呢, 是大家过去十年习惯的计算和存储, 就是大家开始用云计算来控制成本, 来大规模的产生节化的效应。 那么今天大家关注的区块量和隐私计算, 其实是在数据的交换和共享这个部分, 而传统意义上说, 区块量其实更多的解决的是报文交换或者协议交换, 只有隐私计算这个技术的引入, 才可以构造新的范式或者方法, 让大家能够把数据共享起来。 那这里呢, 从下网上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基本就是个运营商家, 最早的数据交换网络或者信息交换, 就是中国电信为代表的这个电信运营商, 然后呢, 是垂直领域里面呢, 有Visa, OneStar, Swift, 银联来处理金融信息的交换和共享, 在网上呢, 随着账户往前置, 所以大家经常习惯使用了这个Google Pay, 苹果Pay, 或者是这个微信支付等等这样的支付工具, 实际上呢, 它把这个信息的处理或者是数据的处理前置了, 但是只有到了区块链这个时代, 才真正实现了全网的数据交换, 有了隐私计算密码学的加持呢, 也可以实现全网的数据的共享,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才能够把今天分散, 孤立在不同的政府部门, 金融机构, 各个行业机构, 各个互联网斯之间的数据, 从小数据变成大数据, 所以到最后一部分呢, 才有AI和大数据公司来进入这个战场, 基于构造的基础设施来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才说, 区块链和隐私计算共同面向的是一个叫数据融合基础设施, 只有有了这个基础设施呢, 过去的AI和大数据才能真正的在人类社会里, 被广泛使用起来, 这是我们更进一步的解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其实我们把它叫彩存算管用, 就是数据这几个方面来处理, 但更核心的它更像一个金融业务, 所以我们把它提到呢, 它更像数据资产或者数据的银行, 把数据做成资产, 或者说数据的可计算部分呢, 来当成传统的金融业务, 做存贷会相关的服务, 这是我们最近在跟国内的多家商业银行合作探索的, 面向数据资产的银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总量产生了这样千亿以后呢, 实际上我们产生了非常多的应用场景, 从银行来说需要基于用户的数字身份, 和银行确认证明以后对数据金银签名, 确认它的全属关系, 并且提供相应的存储托管服务, 利用银行的这个技术能力, 来提供基于密闻的这个计算, 这样的话呢, 我们最简单可以看到的场景呢, 有比如说合格投资人, 或者是联合建模等等等等, 这样的问题今天都出现了, 在开放架构下, 隐私保护的需求呢, 是不一样的, 今天传统的这些解决方案呢, 我们认为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的需求, 所以引入了很多新的计算方法, 一个是我们把它叫做广义的隐私计算条件下呢, 其实可以结合不同的密码算法, 从数据的源头来入手, 解决数据的身份标识, 来解决数据的所有权问题, 那么在第二行里边呢, 你得看到我们做的最多的一个算法, 叫安全多方计算, 通过它来为不同种类的算法逻辑, 比如说这个数量的统计, 数类统计量化模型, 进学习等等, 为不同的开放银行的API, 来提供本地数据密闻处理之后的多方计算等,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 它并不是传统的明文的交换, 而是变成了全过程都是在密文, 而传统的技术它是怎么做呢, 传统技术是加密了以后, 它一定是有一个地方把它解密了以后, 针对解密以后的明文来算, 而新的隐私计算是整个过程都是在密态下面来计算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所以它会导致的变化就是, 到最后就整个收费模型变了, 今天各地陆续成立的大数据交易所, 本质上是一次性的数据买卖, 就明文交换, 实际上这意味着, 数据所有方的拥有数据价值, 实际上是被贬值了, 只有在相关的隐私计算的加持下面, 才能实现真正的所有权的确立, 把这个数据价值向实用权的交割, 而所有权没有被动摇, 这样才能真正把它金融化和技术实施化, 这就是刚才简单介绍过的开放银行下, 到底能够做哪些工作, 就我们提到的数字化的生态银行, 传统的开放银行, 它的API调用多数都是直接两家机构来调, 那么这个数据也局限在这两家, 又会出现一个问题, 两家的账户和ID都不愿意向彼此直接开放, 当然了, 也取决于相应的成本, 可是今天我们能够做到的是第一, 如果用户对数据身份性敏感, 可以对算法对数字做完全的身份变化, 现在我们跟官幕三所已经做了一个这样的配合, 第二, 如果用户对数据内容敏感, 也可以通过算法加密手段, 进行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个匿名保护和计算过程, 第三个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实现对算法本身也进行加密和保护, 因为有大量的算子或者是建模的方法, 尤其是银行的封控也是不可以暴露出来的, 那么可以用的地方就非常广泛, 就是大家可以看右下角银行间, 这里列了四家银行, 他们做联合营销, 征信, 还有其他的增值服务或者是封控, 其实都可以基于这个方法来处理, 即使我们提到的数据要素呢, 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智力架构, 所以大家可以看,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机会是来自于, 在隐私计算条件下, 可以先做分布式的身份认证, 然后才在这个技术上形成分布式的用户画像, 到最后构造出分布式的信用体系, 所以我们必须把今天完全由互联网组垄断的所有的大家注册一个APP的时候, 需要提交你的身份信息, 手机号码等等, 银行卡,或者是你的微信的号码, 然后还有登记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访问季度, 比如说你今天是买了一个包, 还是买了一瓶酒, 还是买了一本书, 其实流水都在他这里, 到最后整个物流信息都被拿走了, 那么在未来合理的数据治理价格下面, 应该是三权分立的, 是由政府或者是持牌机构来拥有用户的身份信息, 然后把所有的登记信息孤立的管理开来, 只有相应的机构可以做相应的数据交易, 这样分拆了以后, 才能真正的保障我们的数字权益不被侵犯, 尤其是在机构间业务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势在必行的, 特别是各地政府今天, 多少都面临着跟互联网公司之间的数据博弈, 特别是最近出现的健康网事件, 我相信每一个政府都不愿意看到健康网, 被互联网公司融入到他的业务流程里, 或者他的业务体系里, 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方法, 才能够固化本地的数据财政的根本利益, 保护人民的数据权益, 当然这件事情很不容易, 我们也列了很多他的成功的关键要素, 最内层主要是技术上的, 因为引入了隐私计算和区块链以后, 它的性能和效率是有所损失的, 这是一个经典的博弈或者取舍, 那么在中间这一层里边, 从应用来说, 它的流程再造还有经济模型也很重要, 因为你如果没有适当的经济激励的话, 其实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这种方式来买数据, 那么很多数据就被锁死了, 最后最外一层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 今天实际上在上位法没有完全明确之前, 行业监管和相关的技术标准和治理的模型并没有非常清晰, 比如说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网络安全法、密码法, 可能大概有四到五个上位法, 都会对数据的所有权做相应的约定, 大家可以看到欧盟的GDPR做了一个相对来说偏严苛的约定, 在中国是不是可以这样去处理, 是否可以一下子把今天的格局全部打翻, 这个可能也很难,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终的用户授权, 如何获取这也是一个法律问题, 只有在这样的若干从要素都解决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国家目前提出的这个数据共享技术设施, 或者数据融合技术设施, 这是我们提的一个理念, 就是真正的含义在于在今天的条件下, 每个行业都有各自的信息交换中心, 或者是数据中心来孤立的处理各自的数据, 实际上限制了数据的流动性, 我们提的一个概念叫超级清算方法, 它本质上就是提供了跨行业, 跨账户, 跨云, 跨应用, 跨资产的这种数据要素的公共基础设施, 非常类似于今天大家打电话用的, 或者是上网用的电信运营商, 只有在这个架构下才能把端测的数据来源, 和分布式的应用在这个基础上能够使用起来, 所以我们提的需要提供的是可验证的安全性, 和可持续的经济模型, 以及可度量的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这个可度量的制度性的交易成本的本质, 就是大家通常说的区块链解决的信任问题, 信任就是我们是这样来翻译它的, 就是叫可度量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但是它并不完备, 还需要可验证的安全性, 大家才能够放心的把数据拿出来, 尤其那合规的要求日益严苛, 我们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个分解, 把它分成这样四类, 就是满足这四类的条件的基础设施, 才可以被认定是下一代的数据融合基础设施, 就是可管控, 能够包含不管你用区块链技术, 还是联邦学习, 还是密码学, 还是其他的技术, 硬件架构, 都必须做到全程全网的客观可控, 第二件事情就是它的治理策略, 要做到整个安全性的可验证, 从ID到链上数据的确权, 到合约的自动执行, 到最后数据本体的被加密, 都是要做到可验证, 这个在算法上有很高的构造要求, 第三件事情要可计算, 因为刚才说过, 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有价值, 只有数据的可计算部分, 或者是可计算的数据资源, 才是能够被这个旧事室所承载的, 而绝大多数, 可以说未来在绝大多数的数据, 可以当做这个某种上当做垃圾, 或者是残次品来处理, 最后一个就是要可度量可衡量, 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呢, 才能够实现全程全网的计费, 健全认证, 让大家真正的放心的, 能够把自己的数据拿出来交易, 这是我们为此构造的一个价值交换网络, 大家可以看, 其实有不同的数据员, 今天比如说保险公司想拿医疗的数据, 想拿教育的数据, 想拿你在银行的其他的合格投资人的数据, 甚至他在定险的时候, 还想看你的交通行为, 驾驶行为和其他的消费行为的数据等等, 这些都必须进入到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融合的隐私计算的协同平台里面, 在这个平台里面, 我们会通过软硬体的方式, 把它的所有权, 使用权和收益权完全分开, 完全分离了以后, 最终通过计算和建模, 就可以用大家各自的不同的AI的算法, 来处理这些基本的数据, 所以最重要的是下面一行, 只有在这个架构下面, 这个网络条件下, 才能把小数据变成可计算的资源, 以进一步的资产化到最终的货币化,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终极的愿景, 也是可以在三到五年内就看到实施的, 在这个技术条件里, 它的技术战非常复杂, 从最底层的硬件, 到密码学, 到上层的区块链, 以及在中间产品层, 我们需要分布式的身份系统, 和多方的密钥管理系统, 和可信的计算外包系统等等, 才能支撑如上的这么多行业应用, 今天其实最常见的, 用的最多的还是金融, 因为金融它的数据相对的格式化, 标准化做的最好, 还有就是政务数据和广告营销, 我们已经有大量的大数据公司, 在银行要调它的数据的时候, 实际上都有非常严格的合规性的管理, 那么之前多少大家是在灰色地带处理的, 今天都提出了非常高的需求, 也包括工业互联网, 因为设备间的数据调用也是非常敏感的, 那么这样的话会导致整个工业互联网的格局可能做不到, 只有在隐私资产条件下, 大家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最后是一个我们公司的小小的介绍, 这是我和其他团队的成员共同发起的公司, 也是向着萧总支持我们一起创立的机构, 所以我们长期把自己的主要战场放在学术上面, 我们跟以上的这些老师和学术团队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合作, 就在今天一个好消息是郁教授, 交代的郁教授获得了这个科学弹所奖, 300万的奖励, 也是腾讯发起的奖金, 也恭喜他获得这样的成就, 帮助我们在这样的融合基础设施里边, 能够走在全球的前列, 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记号, 帮助大家了解下一代的新基建条件下, 这个数据成后技术者是能够做到哪些事情, 以及为什么要这样来处理,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就接受到这里,